也有放,我是把它放在第三页 所以这个是有清单的 前提就是有一个清单 那比较简单,一个清单关键就这一行 Kear 它就 ok 了 所以以后删除什么档案就 Kear 所以以后 所以为什么开启聚集的时候 他问你说是否启用内容 为什么一定要问你 因为如果你来路不明 假如说他写了一个 Kear Kear 斜线里面的System Kear 全部Kear 掉的话 会怎么样 完蛋了 Windows 就无法开机了 会不会有风险 很多风险 他可以把 C 底下的一些档案 Kear 掉 那不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 不要跟那个会写程式的人有仇 不然的话他哪一天寄给你一个 VBA 程式 你启用内容之后 自动启动了 你现在又无法开机了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对不对 很危险 Kear 耶 对不对 所以或者是乱删你某个目录 或者是你的文件 什么什么文件 对不对 或者偷偷的 时间到 里面再写一个 Application On Time 对不对 对不对 不要马上删 不然他马上发现 就是你 你可以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再作怪一下 OK 那不就是等于病毒吗 可不可以 是可以写的出来 但是不要这样做 有人还是光明雷落一点 不然说 不过我还是有人会把它写 把它用在非正当用途上面 OK 那当然就是有危险 Kear 对不对 OK 所以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你要删除位置 删除位置 删除位置就回不去了 因为在回收筒里面也找不到 它是没办法还原的 OK 所以特别是要做得要小心 另外底下我有放说 你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就是这个目录里面 什么目录呢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 假如它不是空的 那我就是call删除档案 那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逻辑判断 你可以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那个 在当我们要run什么呢 刚刚这个就是清单也好 或名称也好 比如我这边先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当它里面不是空的 那就先帮我删除 所以理论上现在是空的 我现在执行 应该它就会自动在产生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下一次再跑一次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停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呢 它会出现什么 这个结果呢 就会等于true dir 这一句话意思说 帮我找找看 在那个目录里面 有没有至少 至少一个以上是 以色列的档案 是不是 为什么呢 不等于空的 因为我们在第2 暗年符画的时候 它会回传一个字串 指的是一个档案 如果不等于空的 那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有档案 OK 至少几个 一个以上 反正有一个以上 我就删了 不管它有几个 反正有档案 我就给它删光光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判断 先删除再建立 所以就会把旧的删掉 再建新的 就不会一直出现说 是否取代这个问题 这第1个 第2个的话 还有什么呢 旧同学问说 老师那如果说 我们那个VBA的目录不存在的话 怎么办呢 我刚刚讲 你可以用什么 MKDIR 还顺便多学一个 什么叫MKDIR呢 就是 帮你建一个目录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VBA 刚刚是自己 手动建立的 那如果我现在不要 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 现在实行应该会挂掉 因为他找不到这个目录 所以怎么办呢 我跑一下看看 为什么错误讯息 这个没有错误讯息 这边的话 COPY 它出现什么 无法存取 为什么 因为档案 因为那个什么呢 它说可能的原因是 路 档案名称或路径不存在 其实就是路径不存在 所以呢 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多增加 一行叙述 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如果 也是一样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一行的叙述 是指什么 帮我 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目录 有没有这个目录 你会发现哦 这边会多增加一个什么 VB 什么 这个Directory 就意思是说 一个属性 这个参数 我刚刚讲过 这个参数没有 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要找 资料夹的话 那一定要加 OK 这意思是说 帮我找找找 有没有这个资料夹 如果等于空的 表示没有 没有怎么办呢 那就帮我MK一下哦 MKDI 意思说 再帮我增加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还蛮好用的 这也是同学问 因为 不会写 那就完蛋了 我就直接给你好了 OK 答案在这里 这也是之前同学问的 好 MKDI 有没有办法增加 这一行 有没有发现 自动产生了 很好用嘛 OK 所以 这个也可以把它 记下来 OK 以后就可以拿来现用了 所以 这我以前 我记得学习的时候 我很喜欢 去找很多的 国外的 所谓的Tips Tips Tips 加s 然后也有加入到他们一个论 他们说没有论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类似 一个group 然后他一段时间寄一些tips给你 就是这种所谓的tips 就类似像这种 如何做什么事情 如何做如何做 然后就很多tips 然后我就把它收集起来 以后如果要找的话 刚好如果那边有tips 我就拿那个tips来用 太好用了 为什么?因为如果都有,就拼拼凑,拼拼凑,一个程式就这样拼凑出来了 所以这也是类似的道理,你们也可以把这些都整理一下 整理成大概100个Tips应该有,以后的话需要的时候就拿来用,需要的时候就拿来用 那以前我记得有一些网站也弄的还蛮好的,它类似就是帮你做这些,而且有Sample,也有翻译程式都放在那里 可是那后来应该是网站都倒掉,都不见了 所以其实我还蛮想要弄一个这类似的东西,这也对很多人很有帮助 需要你就拿去用吧,马上答案就在这里,你也不用再去到处找 所以刚刚有两个,如果假设不存在,就呼叫什么Core,三处答案 所以Core,这个是呼叫,这个是MKDI OK,如果它不存在,那我们就去见这个 如果它存在,就不用再见了 OK,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两段,这个我放在第三页的下面 再来的话呢,就是说 还有一个,这个Application Fire Dialogue,这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呢,如果,假如我希望 将来怎么样呢? 我那个espace 我们这边有个espace 我们现在路径都是固定的 有没有 可是如果将来你那个路径不是固定的 所谓的不是固定什么呢? 我不一定放在这里哦 我是放在哪里呢? 我是放在某个地方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什么? 把它写成像espace 那改的方法,我大概先改一下这边 这边espace 空一个end 然后呢,秀给各位看一下 第三个,就是 这个东西什么呢? 我现在呢,不是固定的哦 不一定放VBA,我可能会放在别的资料夹哦 它会跳什么?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File Dialogue 什么叫File Dialogue? 就是意思是有一个对话的对话方块 这个东西 然后呢,会秀出来之后呢 我只要选一个什么,选一个目录 比如说我今天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桌面上的VBA这个目录 我把它确定了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选取的路径 有没有,我选了那个嘛 选了一个路径,对不对? 它会帮我Return回来 所以你会把Application里面有个 后面加一个Select Item 第几个,第一个 里面放什么呢? 你会发现哦 就是放我刚刚选的那个路径哦 那也就是说以后如果假如你要放的那个资料夹 不见得是桌面上的那个 可能是放别的地方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File Dialog 跳出来选一下,然后再放进去就好了 这样比较有弹性嘛,不然每次都放固定位置嘛 而且不见得只有放那个地方 放别的地方,那不就选一下就好了 OK哦 那其实程式不难以写的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主要是针对这个像这一串,其实怎么写 你就至少你要记得Application物件 然后呢,后面你用选的就好 比如说File Dialog 然后后面的话你就什么,刮胡 刮胡 刮胡意思说,你要这个档案的Dialog 你要让它选什么? 我要选Folder,有没有 意思说我要让它选的是资料夹哦 OK哦,然后呢,你就点这个Folder Picker 然后后面点Show就可以了 点Show有点像那个我们表单有没有 表单就让它Show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它会跳出来 那我是用选的 选完之后按确定,对不对 如果当我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后面其实你会发现哦 这个东西主要是再把前面的这一串 到Show的前面这边复制到下面 然后后面的话就什么,点什么呢 变成说我要取得的是它选了哪一个 所以后面点Show变成点Slate Item 那Item可能有很多个,也许它可能会多选 不过呢,我只要选它 选的那一个,就只会有一个 所以你就选输入1,刮胡1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它就帮我把什么? 把它选的那一个的路径 帮我返还回来 就这两行,OK 所以主要刚刚介绍的有三个 三个Tips 一个是如果档案存在就删掉 一个是如果那个目录不存在就帮我建 那一个是说呢 以后我那个目录如果不是固定位置的话 那我可以用它用选的,OK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三个等于是延恩性的 那当然是,如果你不会用也是可以弄 只是说弹性就会比较小 不然说有些地方还是非得要手动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所有程式 都能够全部自动化的话 那你很多Tips加一下 你这个程式就越来越有威力了 OK,试一下 那这个做完之后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现在分割了 我们再要将 chatting 和谛回来 字幕仁华作者100 总到 www.div.ru 不是,为何依旁人凯本